我們要先來把eZer這個章節先做個解除 我們下禮拜是不是交到這個Dial的一些反應 然後最後交到燒擺 然後燒擺呢 後面跟你講一個應用 那是關於商訓博買怎麼去切斷這個Masoning的這個三券的方法 那最後呢 要跟你再講這個重要的反應呢 是關於這個Dipossine 環氧類的這個分子呢 它的這個合成 合成很簡單 我們都講過它的合成的部分 所以這是在14章的最後面 我們前面教你做這個Easter Type的一些反應 比如說怎麼去合成Easter 用這個Vadiansen的Easter Synthesis 怎麼合成燒擺 也是一樣用Vadiansen的這個 燒擺的這個合成的方式 對不對 就是用SN度反應啊 去打到另外一個這個AQ黑在上面 把它形成一個COC或是CSC的這個間解 然後呢 第三個重要的這個結構跟Easter有關的 是屬於一個WASA一個MAME分子 如果也是一個MAME的這個分子 你要去把它建立出一個這個 這樣子結構的時候呢 往往呢 我們會從這個 雙劍的結構出來 從一個L-PIN的結構出來 好 假設這是一個 這個MASA的CYCLE 這個AXIN 這個分子 我呢 如果加上了 MCPVA 又來了 對不對 所以MCPVA是你最好用的 夥伴了 你要去建立一個 你花開的時候 很好使用的一個刺激 對不對 結構當什麼這樣子呢 再給你畫一次喔 這是一個MEPA PORO的 R-C-Gandroid Galaxy 它是一個過氧化酸 是一個過氧化酸 所以這過氧化酸的分子呢 它會呢 去對這個雙劍的部分呢 做一個 環氧類的結構 環氧分 環氧結構喔 我畫出這樣子呢 看起來是什麼 它的鏡像存在 它會得到它另外的鏡像 比如說呢 這個氧化酸上 可以從上面 也可以從下面去駕駛 沒有選擇性 沒有選擇性 好 但是呢 清楚喔 這個人就是 同向 叫同向的 這是一個鏡像的 另外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 第一個路徑 第二個路徑 我要去介遞出 這樣子環氧類的 塑井結構的時候 我還可以怎麼做 還可以怎麼去做它呢 可以用呢 我們在做這個 Coral Hydrogen的這個結構的做法 先做成這個 Colonian Ion喔 一個架了綠的這個三環的結構 對不對 你遇下來 遇到雙劍 這雙劍是會打開來 然後就形成一個三環的結構 這是我們講到 雙劍的反應的時候 教你的這個 反應的過程 反應當中有水 所以這個水呢 會 打過來 來 開這個 這個 這個 環的部分 有可能打兩個部分 對不對 那 如果水開過來的話呢 有可能是開在 穩定的這一方 所以有可能是開在 這個位置點 開的 可以 看 改成這個 容易 讓它 這 開的 兩 是 那 如果我們先使用了濾氣在水溶液裡面 去做一個訓練反應 你會得到什麼呢? 得到 這樣子的 它的傷環的結構 這個水呢 再進一步的進來 打上來之後呢 會打出一個 反向的 結構 對不對? 這個呢 可以被環境中的水在打走 它的這個心 之後呢 得到 我們所學過的Coral Hydrogen 如果呢 這時候我們引入 一個剪進來 這個剪呢 就有機會呢 去拔掉你的 這個 環高西生命的皮 看看 像Coral 接著呢 把它過來 踢掉你的Pololite 可以拿來去製作 環養的這個結構 所以呢 是透過我們之前所教過的 你要用這個 水溶液裡面去進行這個 Colination 得到一個Coral Hydrogen 然後呢 再剪一塊片之下 Diptonation 做分子內的反應 踢掉你的Coral之後 然後 接著到 這個環梁類的這個分子 這是做 這個 Diposser的時候呢 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條件 好 所以如果我剛剛跟你講的這個 反應是 這邊如果取代器的時候 特別相對比較必殺 對不對? 因為你的綠取代器之後 它會 打到這個位置呢 是需要打在這個 鎮墊比較穩定的那一棒 可是打出來之後 你的這個OH集團呢 欸 它是有可能的 是跟你的 這個 也會出現兩種可能性 因為它會開管再打上來 所以 其中出現兩個OH 這樣一個OH 你要去考慮到什麼事情啊 我OH打開來之後 我OH要 打分子內的時候 必須是 它跟它是反向的 再打出來了 對不對? 它的動向有的啊 它的動用啊 就是反向 有這個打下來之後 我們要踢掉它 去進行到這個環養的反應 所以我剛才拿到你那個綠帶的情況 好 如果我們得到了 這個環養類的這個 分子之後呢 你發塞了這個分子之後呢 詳細一步的把它做這個 開環的動作 做這個開環的動作 要怎麼樣來進行這個反應 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反應 好 如果呢 我們已經有這樣的環養類的這個分子 配環類的分子 其中有一定端呢 是兩個這個甲基取代的 兩個甲基取代的 這時候呢 我要不要說開環 我要不要說開環 你可以把整個反應呢 這個 分成兩個可能性 一個呢 是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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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減一個是酸來去做它 我如果用一個用減一個用多酸去做酸去做它的時候呢 這兩個的差別要在什麼地方啊 什麼叫開環啊 我要打開這個環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我把這個環原來三環結構開成一個線性結構 所以一定要做什麼事情啊 我要把它斷這個線 把這個環給打開來 對不對 把這個環給打開來呢 你一定要做什麼動作 我一定要一個input by打進來 打進來之後呢 看是把這個線前面的兩個電子堆給癢 或者打在這個位置 讓這個電子堆給這個癢 把環給打開來 所以呢 這件是到你所使用的 Ukrib板 加鎖走的機制 你可以看到到喔 我今天我使用的是bass bass呢 bass呢 會是一個 牆的Ukrib板 對不對 它是一個牆的Ukrib板 它像是一個牆的Ukrib板呢 它會容易出現 SN2的版本 好 那我如果是牆的Ukrib板 把它打進來 我要打進去 我可以打這裡 我也可以打這裡 那我會打這裡 還是打這裡 我們如果以pass來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其實前面就是打D級SN2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有受值的全可行 對不對 我希望我受值不用打得越好嘛 因為我要看我打的 這個速度又越快 不用一進行喔 所以啊 它會走 這一個路徑 不走 這一個路徑 然後呢 打上去之後呢 這個電子 可以給癢 把這個環給開起來 因為這個碳 是一個 是一個 在SN2 比較不會被擋住的 比較不會被擋住的位置 好 這種條件之下呢 有哪幾個例子呢 可以來去看 拍這一個環的這個 這個方式喔 這個要是怎麼樣不同的結果 如果呢 我們利用 海抓傘 水線條件之下 來去開這個環 我把這個環 可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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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打它 要跟什麼樣子呢 嗯 這個OH呢 就是來自 環境當中的 水 這個環境當中的水 所以這都是經過兩步的對不對 看應該是怎麼樣 好 如果我一步一步的話 你應該先做到它 然後呢 環境當中的水嘛 對不對 的環境當中的水 在這個環境當中的水 會做到它 然後呢 環境當中的水嘛 對不對 的環境當中的水 然後呢 但是我根本會不會省略掉 因為這時候 我覺得我打卡塞之後 打卡塞的環境當中 有水 它就直接把它 退治掉 為什麼會退治掉 可以把它做 因為打卡塞 也是一個很好的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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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是 這個用水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簡作啊 我們可以用這個 所學過的 收店買沙塞啦 給沙塞啦 收店賣賣啊 甚至是不營養 所以如果 我們今天如果是用一個 收店 給沙塞 那這個要什麼東西 不就得到一個 一色牌 的取代機嗎 你不就在它的這個環裡面 放上了一個 這個 這個 加氧基的 放上去 對不對 而且裡面放在 取代機 比較少的那個檯上 放在這個 就比較少的那個檯上 好 我今天呢 如果是利用 收店A碼 這個很強的 這個 A碼 20度負的 你不可以把它去打卡 你不知道什麼 那 有得到一個革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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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如果呢 今天所使用的 是一個 桂尼亞 這是一個渦壓圓 這渦壓什麼來的?還記得平座嗎? 你要從一個ACO公開加上美金所去做的渦壓圓 對不對?還在DISCO設斷 所以你的ACO公開就會打到這個位置來 打到位置來為什麼打的? 渦壓它過來的時候是像你看這個Megans Megans會先去點在雅上面 幫助它的這個移序 這個先走到 然後呢 拳腳 這是走Megans的時候 是走Megans圓地 好喔 從一個簡單的雙劍的分層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趴下來 我算一趴下來之後 我又可以進一步的把它做成是 代有的嗎? 對不對? 我可以把它做成是什麼? 代有的方式 又代有是這個Message Good 可以把它做 裝上這個Message Good 又可以裝上什麼? 裝上了命 又可以做什麼? 看念的演唱 所以 環氧分子的這個結構呢 它電子有很大的擴充性 你就把它視為是一個很好的Belach White Belach White 它會去接電子 會去接電子 為什麼老師說 一般先生說 你怎麼知道達這兩個位置啊? 為什麼? 這邊呢 除了這兩個間諜之外呢 其實那間諜都是Mampola的方法 或是Deskola的方法 只有這兩個間諜呢 是有機會破壞 為什麼? 雅跟碳 雅跟碳 條 電子也是很具合機器對不對 雅的電途目的是比較高 但那 인도要低嘛 所以想像的到 這個碳呢 接受電子能力比較強 但是他們就會看 所以這都是結構 大家可以知道這兩面就是電子 所以會吸引多電子表現的情況 這下問題是什麼? 要怎麼判斷? 打正的還是打正的?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如果是一個酸性的環境 你要去做開環的動作 做開環的動作 你現在已經知道為什麼叫開環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結構是一個三圓環 一二三三圓環 做完結構之後是全部打開來 都被線性解剖了 沒有管道解剖 所以這一個minor的動作 你反而是把這個房間打開來 就是一個優勢的錯性 所以開環的肌肉 上一根可以歪 一個地方是這裡 這裡是這裡 這是探探劍 很容易開 所以和開環的肌肉 就是這個肌肉 探探劍 對不對? 如果結構是一個酸性的表現 給你一個波動 給一個波動進來 我說給你一個波動之後呢 這個分子都變什麼樣子啊? 會變成... 這個羊呢 就接了某種 羊開針墊 如果我把它畫在上面 如果你對我畫這些羊具接心 這是很疑惑的話 不要忘記了 一般一的話 雖然說到這個羊具接心 還有兩對墊子在上面 所以上對墊子會幹嘛? 看到環境中有多的波動還會去抓青喔 為什麼會抓青? 抓青草在中心底之後呢 那叫什麼意思呢? 這個兩個碳呢 開始就受到這個缺電二的氧的影響 它變得更缺電子 對不對? 所以怎樣的工程是啊 這時候容易進來會倒入電 會倒入電 會倒入電 讓電子離開對不對? 那你用來會打來這裡 就是這個碳跟不一樣的 然後出現什麼樣的這個可能的結構呢? 有可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如果我走的是 這樣子 你會得到它 這個工程的結構 好 如果呢 今天走的是這樣子 你會得到這邊這個結構 你這樣寫過來看 既然我們都認同 這個1%的分子裡面 兩個碳是被攻打的主要位置點 兩個碳是被攻打的主要位置點 那 在算決定之下 你認為我的運作才進來 要打這裡 我們要打這個 我們要打這個 為什麼 這個碳量的 在哪裏 三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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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我們之前所學過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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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極的三極的三極的三極的東西 所以 這是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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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這個 還要打這個 所以 我如果進來的時候 我 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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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習慣走在這一個路徑 所以呢 如果在這邊 我們如果給他兩個做不同的反應式 如果呢 我們在短片當中 給的是一個酸性的水溶液 不准找到什麼藏入啊 我把這個水 你會找什麼藏入呢 你會找什麼藏入呢 你會得到 你會找到什麼藏入 然後再上去 喔 如果 你今天的角色是水 但是呢 從進到Sknecks Sknecks下去做它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會得到什麼藏入呢 再到另外一邊來了 再到另外一邊來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你用不同的 這個條件去做它的時候呢 同一個分子 你能夠 你能夠 把它進行一連續的反應 就得到相對你感興趣的 這個結構喔 這個會一直用下去喔 有用到很多地方 雖然我們今天教你的是一個 1%的這個分子 但是呢你要知道 1%可以從哪邊來啊 都放過來 對不對 所以可以從一個auditing過來 你從標準過來之後呢 你可以去建立一個雙劍之後 再進一步的把它轉換成兩個OH 你可以進一步的呢 把它轉換成是 帶有這個 頑養肌的 像是Messace Messace Messace這樣的結構的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是 帶有這個amine的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是 帶有這個 管肌的 延長你的碳鏈的 有很多方法 把你結構再複雜化 再複雜化下去 好 我們現在為各位來看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裡面呢 環縱結構會最重要 三個五分子所組成 和 這三個結構呢 不是一個很穩定的結構 為什麼 因為它是具有環縱性的 我們現在這個環類結構式 有結構這件事情 當裏面那個三環的時候 它 原子之間 從靈魂上看過去的時候 它的這個取代機 或是亞生命的這個 Nunbounding Actions 會跟它的取代機呢 是呈現階級Equips的狀態 所以呢 它會有很強的張力 環縱力之後很強的這個 Totionals Track 對不對 這不是一個環縱結構 那我做一個環縱結構 表示什麼 它是有反應性的 是有不錯的反應性 我現在有不錯的反應性 我就會呢 可以嘗試的把這個反應 把這個環給打開來 要打開來它呢 三個反應點 氧 碳 跟碳 理論上呢 任何一個 多的間接進來之後呢 都能夠過外 氣質的三個這個鏈子 好 我有三個地方可以打 這兩個碳不是這個氧 會在哪裡呢 會在這兩個碳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兩個碳氧劍呢 才是 能夠帶電荷的 反應性 我邦尼會脫打這個邦尼的特性 對不對 我的這個劍是比較弱的 好 那我的入口又說得到雅柔位置 我打上來都要有什麼意思啊 我的碳氧劍 對不對 你簡單去想這件事情 如果 我昨天出來大家仰上 脫掉這個碳氧劍 碳氧劍 你那上次可惜了 我是會去想這件事情 我打完了之後 你會把劍來 這個劍斷了 你對到這邊來說 代表這件事情 是我的碳氧劍在裡面 兩代錄跟碳氧劍 哪一個要用力 當然是跟碳氧劍 對不對 一定度差很多嘛 你如果帶電子的這個計程度 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知道了 這兩個碳氧劍 這兩個碳氧劍 是會接受 你會把大線的路線 好 基本上 你會把大線拿 我們可以走什麼路徑 這是一個取代反應 我現在就取代反應 為什麼 你是拿一個碳氧劍 去取代替碳氧劍 去取代反應 所以你所學過的 反應這兩個 一個是 SN5 一個是 SN1 類似SN5 類似SN5 反應這幾次 所以一個代表什麼意思啊 就是把一步的打線 直接離開了 好 如果 我這時候說 這個環境是一個結晶導致 解晶導致 解晶導致 我用的是一個 連中率 都負環電子的這個 四季 這個負環電子的四季 代表的是 它是一個強的 優惠版 對不對 還是一個強硬對版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 強硬對版 我就會 讓我的反應呢 傾向去走一個 快速的反應 走越去RAT 看反應速率了 看反應速率了 得到你這個 相對 從你得到的這個長的位置 所以我假的深度說怎麼樣 希望你是一個 強的 帶 強硬對版 或是強的戴 強硬對版 碰到一個什麼 一個地盪很小的手指 所以 相對來講 你必須要 你敢去打一個 旁邊的手指 舉代心比較小 這個探頭已經 所以打在哪裡 應該是 好 這個探頭 如果你點的是一個 摔心條件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摔心條件代表的事情 是你的環境當中 存在有多餘的波動 有多餘的波動呢 你環境當中 就不會存在 有強硬對版 或是哪 為什麼 強硬對版 都在有什麼意思啊 也代表在有 No.1的手指 或是正式帶有 附電 碰到波動 就在繩子 去抓波動 所以自然就會消過 你的 這個 這個 硬對版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也學過啊 SN5反應 你不可以用波拉多餘的 你只可以用波拉多餘的 當你能夠提供知識的 你的 你可以感覺去專業知識 抓完之後 就變得不強啦 比如像什麼 像我們所用過的 電腦設計的沙傘 你如果給他一個 沒什麼 當作不能拿來 拿來就料 他去抓了 沒什麼 沒什麼 當然沒什麼 這地區也會不好 因為你那時候 相對的 沒有什麼 但所以如果是給他其他 取代性的 可取收錄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 哄出給你 能用這個 的 這個 所以 一般來講 在算是一種 它就不是一個 好名字感 進入到一個 比較弱的名字感的條件 好啦 如果是能夠做這個 規範 你要做取代反應 那要思考什麼 思考什麼 是 我要是去創造出一個 能夠 可能能夠的 一定存在 或者短暫存在的 就是一個intermediate 這是SN1的東西 Rs進入SN1的時候 它要先破掉S2 形成R正 記得這件事情嗎 如果你是SN2的時候 已經走一個目鏡過程 得到上路 這個波圖派 這個波圖派是什麼 達到你的派 移去你的地域過程 這是你的取代器 這是SN2 它所SN1呢 過來 先 過來先脫掉 然後呢 再進來得到你的派 這個波圖派是什麼 是你的 第一邊 掉你去的獲得 這個中間體是什麼 你所得到它的派派派 那這個中間體是什麼 這個派派派是什麼 是 你的Nubry板 掉進來 不進來的派派 結果就走到 Nubry板 這兩個不同的氣勢喔 所以在SN2的時候 教授是什麼 你的Nubry板 跟你的肉汁 要一次到位 一次越過程 往往的時候 得到這個場面 如果你沒有這麼好的Nubry板 那你只能期待 你的手指 會自己先脫掉 你會突然 這樣你不小心 得到這個場面 所以 酸性化電視下 走的就是這個東西 想辦法讓你的 這個 這個 形成一口的電的 革空氣氧的結構 然後讓你的 革空氣氧的結構 所以要討論到 我酸性結構產生之後 我的革空氣氧 要在什麼樣的蛋液 裡面是電的取代 這時候 電的結構 就會在你相對多數 所以我能力不在你 就會進入到 接口的取代 接口上 進入生一個 穩定的 太陽面子 這個 空氣氧 然後這邊聽得懂嗎 就是 講到環養 分子的 你要怎麼選擇 它的這個 打的位置點 所以你要回去想 你的SN跟SN的反應 或是回去想 你的反應的過程中 要牽涉到 兩個分子的反應 還是一個分子 要先進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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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在講到 環養 那些分子的 這個 加成的 選擇 將來還是會 再看到他 再看到他 所以想一想 如果不是很懂 可以再回來 討論 再回來討論 所以我們會把 這個 14章 講到這個 Eason 燒法 1%呢 也結束在 這個 1%開環的 這個反應 大家會覺得很多的這個 疑惑 為什麼他在開環 或是我們之前所講過 說這個 這個 這個反應的時候 為什麼都會覺得說 欸 為什麼一下子開在 地藏少的那一關 一下子開在 地藏大的那一關 這多關係到你的 反應機制 這多關係到你的反應機制 你的反應機制 你的反應機制 如果是要拼快的 走速度快的 一定要怎麼樣 兩個人一起翻他反應 所以這樣的人都會怎樣 一個 一個能打 一個能打 一個越來 對不對 那如果你看到兩個 這個配對反應 這個 打的那個人 是弱弱的 你只能靠什麼 那個人 又很容易被打 所以你只能想辦法 讓他去脫掉 讓他變成一個 很容易去接受電子的一關 這時候就要考慮到 接受電子的一關產生之後 他要怎麼樣 才能夠的 所以一切都要看你的反應機制 來去決定 他該選擇在哪一個 反應的這個選擇 這個我們叫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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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位置選擇性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這個 整個有機化學的選擇裡面來講 不外乎就是 這個兩個重要的選擇性 第一個叫做 標準的 這個 位置選擇性 剛剛就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 位置選擇性的 這個 取得 你該怎麼去選一個正確的這個 反應位置點 好 我看他進入一個 跟前面 都沒有什麼很大關係的 章節了 我們開始進入 看你討論到一個 這個 重新回到這個 這個 我們在投進機式上的 器材的 機式上會議論 這個 化學的結構 對 這個 從來看 看 這字 這是我們所學過的 雙鍵 很多 都與 一個以上的雙鍵 那雙線是一個不飽和的建築 所以這個雙線如果經過氫化之後 它會釋放能量到達比較穩定的 這個飽和的碳氫化物就是碗底 所謂的contributed system 叫做共惡系統 那什麼叫共惡系統 共惡系統指的是 當我的double pump 它是兩個double pump 中間只有由一個單一 一個single pump給連接起來的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contributed system 就是一個共惡的雙線 共惡的雙線 這個共惡雙線呢 有什麼有趣的這個 意義或是那個應用 關係到的事情是 它會這個表現出 不尋常的這個電源 不尋常的電源 會介紹什麼呢 介紹這個拍電子的移動 介紹拍電子的移動 這邊給你兩個例子 這邊是一個很單純的這個 假設電子如果都是新的時候 這是一個彎序UTA打印 不是一個UTA彎序打印 如果呢 旁邊放上了其他取代機的時候 這時候有甚至的 它是具有取代的 Galic打印 這邊是多放一個 黑心的這個取代機 那這樣子呢 分子的這個構型呢 跟下面這個 又不一樣 看起來很像喔 不能搞不定 一般我們在講到 Galic的這種Double Bounce 是這兩個雙劍呢 是由單一個單線索 連結在一起 如果呢 這兩個雙劍呢 是由兩個單線索 構成在一起的話 我們把稱出的 這是一個 Nating Double Bounce 這邊分開來的 Double Bounce 它是什麼地方啊 去看這個系統 這系統裡面呢 我的所有的碳 都是SP2的碳 都是SP2的碳 但是呢 如果你到了 Galic Double Bounce 的時候呢 這邊是一個SP2 SP2 SP2 跟中間呢 加了一個SP3的 Hybridized 這個Tower 它呢 你就不稱之為 它是一個 Condicated Dying 這兩個看起來很像喔 可是呢 像這樣的結構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只是呢 把Double Bounce從這裡 換到這裡而已 可是呢 這兩個分子呢 特性都差得非常多 特性都差得非常多 這樣子的結構在哪裡 我們在 這個大奧的有機喔 至少在我們這邊 我們是跟你講光母學 可是呢 你要有這樣基本的概念 這個Condicated System 在什麼地方出現很多呢 在生物體的部件也很多 在生物體上很多 比如說像在這個 倍靠북的過去 它就有很長的共惡 這很長的共惡呢 當我的共惡 程度越長 比如說這樣子的結構 雙劍連結單劍 雙劍單劍 邊的越長的時候呢 它會 有越好的 這個電子的吸收 光的吸收器 所以你就發現呢 它會去一些很特殊的顏色 就跑出來了 顏色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跟你所表現上看到那個分子化合物 它的顏色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 你看它的顏色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的光打到它的時候 每部分的模式都會吸收掉 是會吸收掉的 被誰吸收掉 像是給這些大波棒的吸收掉 為什麼大波棒才會吸收這些光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Single棒不會 如果是玩樂為什麼就不會 為什麼大波棒才會 我們就跟大家講 Single棒它是Sigma Funding Single Funding 我們以前在畫M-O的時候是告訴過你 我用Single Funding去畫出來 M-O會得到Sigma跟Sigma Star 它的能界差是非常大的 拍鍵是用什麼 我的皮固域上的拍鏈子跟拍鏈形成的位置 所以我會叫你拍M-O 這時候我所形成的 這個Pi到PiStar的能界是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 小到什麼程度呢 小到我們如果利用UV光去照它的時候 Snec-UV光 你的波長是低過400 到兩百次電子 這時候呢 這個範圍的熱光去照它的時候 這個電子會產生要纖線的動作 什麼叫要纖線 講算的是什麼 從幫你跑到平台幫你 就是什麼 從幫你跑到平台幫你 這時候這個能界就比較小 我就有機會能界就要接上去 接上去就產生吸光的過程 為什麼 我的光打線的光是很一樣 打線的時候呢 提供給這個電子做 從低能界跑的時候 你接上去 你就失去了這個能界的過程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它能夠經由放光的方式 readiation的方式 把這個能量給四棒料 這時候就是一種 具有螢光或是螢光 或是其他波長放光的特性的分子出來 所以 這些具有LWB的分子 以及我們到了16張 就給你介紹的方向主流化物 它們都具有很特殊的吸收 這個吸收光子的特性 以及會有一些螢光 在某些分子上 會有一些螢光分子的這個特性 就是來自一些拍鏈性的存在 所以要我們就教你這個拍的MO 你要怎麼去看它 你要怎麼去看它 所以 在這邊看到了 能夠具有一些 這個好的控惡性 我們指的是 雙鍵跟雙鍵 直接自動一個單線的延伸 它不出現任何的SP3 這個要記得很清楚 所以你應該可以想像得到了 為什麼這個性質 可以跟NASA SP3 應該可以想像得到 這四個呢 上面都是SP度 表示什麼 這四個分子呢 是有機會能夠排成某體面的 因為SP度都是體面的嘛 SP度是沒有要進去的 我中間如果加一個SP3 代表什麼意思 中間一定要夾過一個正式面體的形狀 所以呢 這兩邊是只能在互相旋轉 它不會形成是一個平面的構成 會形成一個平面的構成 再往下想一臉 你就知道什麼事情了 如果呢 看到形成平面的時候 我今天就有機會啊 把這四個這些電子 按電子來 讓它到處滑而跑去 讓它到處滑而跑去 形成所謂的電子的會共有化 你知道嗎 這個Dinocritus 會共有化 這個性質的表現 電子的會共有化 這時候我們就有機會考慮 這些電子 怎麼樣去影響到 整個分子的問題 總共是明顯 所以簡單來看這件事情呢 一個 單純的這個 One-Pain-Pin 它的這個 你如果把它燃燒 或是把它做氫化的動作呢 它會有這個特定的這個能量出來對不對 如果你把一個這個 Cancurality導入 像我先畫給你看的 Trans-1-Enter導入 就是一個 Galobomb C-1-Bomb Galobomb 這是一個共有的雙雙劍頭 Cancurality導入的系統 把它做氫化之後呢 它所放出來的這個能量呢 會第一或事實上 你如果只是把這個 反應反應過 或這個是一個 單純的雙劍跟雙劍去進行的 那個 就是說你把它拆開的是兩個系統 把這些當成是一個 獨立的雙劍 這邊是一個獨立的雙劍 分別來去做氫化 加起來的種類 這個 它是 釋放出來的量子比較少 代表什麼意思啊 它本來所處的位子力是比較不低的 再聽清楚喔 這個是它 配氫化法的差數鮮度 對不對 你把這一個 共有的系統 來去做氫化之後 給你的 釋放出來的量子 附的221 它是一個放出來的過程 放出225kg 如果呢 你把它想像成 它是有一個單純的1-10 跟一個 單純的2-10 這樣子的分子 也就是說 這一個雙劍 這雙劍直接去還原 它所能夠釋放的能量呢 一顆是626 一顆是116 加起來是 能夠釋放出242 所以它是什麼意思啊 這 這樣子 一個共和的雙劍 雙劍的這個系統 在分子當中呢 它呢 提供了一個額外的穩定能 它讓它的不穩定性 單獨分開看到的雙劍 是Ds7的TL Ds7的TL 那到底是哪裡來的這個穩定能啊 到底是哪一個穩定能 我們就看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都來看看 這一些不同的這個雙劍呢 它到底有哪一些穩定的這個 穩定的這個結構上的不同 我們來看 如果一個分子呢 是存在兩個以上的這個 不保護電數 兩個人不保護接觸 最不穩定的理論上呢 是像這樣的一個 的搭運系統 三個看 這雙劍這個碳測面是 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雙劍 這叫ALE 這兩個雙劍 你要想看得到喔 它是互相垂直的 對不對 你覺得講到那個 SERIAL CAMERGE有時候 告訴我 如果是三個碳 這邊是一個碳 這邊是一個碳 我這邊走是另外一個碳 我要形成兩個雙劍 你可以想想到這個碳是什麼 那是一個SE的合成 它一定是直線的 它是直線的 後面這兩個碳的位置呢 會是怎麼樣 會是這樣子嗎 不會啦 它會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這個碳上面的兩個 P-果韻一定是互相垂直 因為它上面兩個 這個P-果韻這樣怎樣 S跟Y都互相垂直過來 所以你能夠得到P-2-3的雙線 一定是這樣的雙線 所以我這邊說取代器的話 我會講什麼 我這個取代器是平面的 是面向而去的 這邊的取代器呢 只在這個碳上 所以它是互相垂直的狀態 這個系統的這個 不穩定性很高喔 不穩定性很高 那是什麼 它碰到了可以將它反應的這個 相對應的反應物的時候 它的反應性很好 那是一個不穩定的高能性的狀態 比較高能量的狀態 接下來呢 是這個所謂的T-MIL-L-PAN 這是一個末端缺的結構 這是一個反應性很高的分子結構 那如果慢慢的把這個缺呢 拉進到裡面 讓取代器變多了 這時候會得到一個Internal-L-PAN 這Internal-L-PAN的反應性 相對來講說比較差一點 但是一定性是比較好的 一定性是比較好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三間 拆開了跟兩個雙線去看它的時候 這時候呢 你會得到ISO-L-PAN ISO-L-PAN ISO-L-PAN 這個ISO-L-PAN 這個穩定能呢 就會比這個三間來的更好一點 更好一點 可是呢 如果呢 這兩個都會在末端 你雙取代機器比較少 像這兩個 雙劍來說是有一個取代 這時候它的穩定能會高過 如果我先的雙劍是有多取代 這跟誰有關係啊 跟Lazer之我 塞車夫法者 告訴你 雙劍的穩定性是不是跟取代機是有關係 我的取代機越多 對雙劍來說是越穩定的 好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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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環境學家的影響 接下來 如果 你的這個雙劍呢 再移進來一口 變成是一個 共二雙劍的形狀 就是說呢 我的雙劍跟雙劍針 夾了一個 SINGLEBO 你說這四個 帶有雙劍的碳呢 中間呢 是不夾有任何SP3的碳的 全部都是SP2的碳 說老師有個SP3啊 我真的不用管它 為什麼 而且兩個都不能換邊 我要看的是什麼 這四個連續的碳 能不能夾有任何SP3的碳 在裡面 它是不是連續的 是不是連續的 OK 所以呢 因為它進行多了一個穩定能出來 是剛剛可以看到的 17個F2的穩定能 最本是什麼意思啊 同樣都有的看 只不過是這個雙劍移進來 像四個SP2的碳 連載體之後呢 給了一個 這個17個F2的 這個穩定能出來 它是更穩定的 那待會這個穩定能是怎麼來的 待會這個穩定能是怎麼來的 我們待會就告訴你這件事情 穩定能是怎麼過來的 所以是給你一個負型 我現在再看 如果它不是一個 這個 這個 反應的話 不是一個雙雙劍的系統的話 這是一個單純的雙劍系統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吧 因為雙劍系統 跟誰有關係 三生化合告訴你 越多取代越穩定 所以最穩定的是四取代的穩定 接下來呢 三取代的算穩定 接下來呢 進入雙取代的 雙取代的 雙取代的三種可能性 一個叫做SIS 一個叫做GIMA 一個叫做CHANCE 最穩定的是CHANCE 兩個取代其實放在兩個碳上 而且是反向的 怎麼樣反向 在這個碳碳的平面上 有不同兩邊 如果兩個取代系放在同一顆碳上 同一顆碳上 同一顆碳上的時候 就決定了 就決定了 如果呢 兩個取代系是放在兩個不同碳 可是呢 它們是在同面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面的話 這真是一個技術 這是穩定 這些呢 你要老老的記在心裡面 為什麼 當我們開始去判斷你的產物的時候 得到這些雙機的產物的時候 你要能夠純粹密射 誰是你的Nagrobar 誰是你的Minebride 來自這些DoubleBomb的 DoubleBomb的這個 還DoubleBomb的 L-Pin的這些根子的穩定 大家取代的 就變得不穩定 都沒有取代的 SIS 是最穩定的 是最穩定的 好 好 所以有沒有 開始來看 我們已經告訴過你這些故事了 對不對 一個 不同的 DoubleBomb 這是一個 SIS 這邊加了一個 SP3的 這個 以及呢 同樣的 這個結構裡面呢 我只不過把DoubleBomb 我每一個 讓我這邊出現的是 連續的 四個 SP2 它竟然 會有 17個 PHFmol 的 能量差 到底這個能量差是哪裡來的 到底這個能量差是哪裡來的 那這個能量 為什麼會有這個不穩定能量啊 一定來是什麼 我多加了這個 拍電體性能 多加這個拍電體性能 產生了這個 不穩定的 這個能量差 所以我還想討論啊 我這個拍電解釋 這個詭譽呢 我該怎麼來看啊 這個拍呢 到底是什麼 去這個 形成 這個不穩定 形成了這個 拍邦靈的 那為什麼我形成了一個 Cancredi代音之後呢 這樣子的 結構呢 就能夠提供一個更穩定的穩定 回過頭來看這個 分子 文域的部分 MACOOPITO 我們所學過的是什麼 是CMACO 就是第一個間解 MACOOPITO的這個成立 如果呢 我們進行往下去推倒 如果我們結果他出現 拍個邦靈 我們要進一步討論 它拍的MO 也就是說 我要形成這一些雙間分子的時候 然後怎麼去描述這些雙劍的間解的電子要放在哪間骨益 所以你的pipop orbital是r的sineways overlap 我的p國域跟p國域的形成間解的時候 我們知道如果是一個sigma bonding 它一定是頭對頭 無論你是s對p,或是s對as,或是p對p 它一定是頭對頭,贏頭對頭 形成什麼?形成你的bonding 這個bonding在哪裡啊?形成一個大大的bonding在中間 對不對?然後你的電子是共享在兩個原子中間的 這是你的sigma bonding 如果現在是第二個見解 中間已經被sigma bonding佔據住了 你要靠的是誰? 靠的是垂直於sigma bonding上面的p國域的pipop 做這樣子的見解 什麼見解? 我的手掌跟手掌之間有電子的共享 我的手掌之間有電子的共享 所以實際上是怎樣? 它是夾著你的sigma bonding 所以它的強度是比較多的 因為它是從側面去見解 從側面去見解 它是從原子核的地方 做原子核的地間解決起來 所以pipop的energy是比較弱的 這地方已經得到印證的 戰略表印證了 我們在講elkin的時候 雙肩的分子是不是告訴你 我一個具有雙肩的分子 我碰到酸的時候 我那個雙肩的pipipi電子 就馬上打算一把別人 它是信不起考驗的 對不對? elkin你碰到酸 它已經來了elkin 它不會動作 它不會把他的sigma bonding打斷 去接任何的清 可是雙肩的分子 我只要碰到一個pipop的設置的時候 我們會走一下去vm去 晶電子現在的分子 雙肩的分子 雙肩的分子 馬上就拿出來去接二七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我的拍檔面上面的拍電子 比較不一定的 因為你比較適合你的空間版 回過頭的話 我們就要告訴你 跟你複習一下 你的這個m-m的一些基本概念 關於它base啊 它的各部分方式 我們要開始用簡單的s0到 我們要順序就是它單位 跟你介紹 這些拍檔是怎麼形成的 然後你的電子開始去騙那 好 好 所以我們上節課呢 已經開始跟你檢竊了這個 所謂convenly打印的系統 然後呢 一般來講 我們的CC鍵或CH鍵 這樣子的鍵節的鍵能 大概都要300以上 CC鍵能會到達360左右 Q-check mode 可是如果是一個拍鍵的時候 它的鍵大概坐在260左右 Q-check mode的這個能量 所以上面是一個比較弱的鍵 比較弱的鍵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那代表是什麼 它是 在能量在上面 中間之後 它是在比較高的能量炭 相對是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經過的氫化反應 燃燒反應之後 大家遇到這個飽和的超超樓下降 所以能量往下降 好 所以我們要繼續描述 這一些double-bomb的形成的時候 會利用那些胎電子 形成所謂的胎棒碟 那你要怎麼去描述它呢 這時候你用到的是誰 碳上面的d-o-mitole 高碳上面的d-o-mitole 這d-o-mitole呢 它會有兩種 我們話說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這個孔的相位對不對 d-o-mitole呢 指的是 會有一個雅鈴形 我們叫葉片形 一個雅鈴形的形狀 代表是呢 它會出現兩個不同顏色 一般都畫藍色綠色啦 或是這個 黃色跟蠻色這種不同的顏色的形狀 代表什麼意思啊 一個是正 一個是負 這個正呢不代表是什麼意思 不是charge 不是說負代表是負變 正代表是正變 代表是什麼東西 代表的是它的相位 代表是它的相位 代表是它的相位 什麼它相位 我們剛才告訴你 在描述這顆電子的新聞公式 跟電子有什麼關係 回頭來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描述 為什麼要描述出軌域 軌域是幫電子找一個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幫電子建立它的家 讓電子能夠存在裡面 所以呢 我們要給它一個描述的家的過程當中 我們去幫這個電子設想 這個電子到底出現什麼樣的形狀 形態之下去描述它的行為表現 行為表現 所以我們要來告訴你 這個正跟度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事實上這個在第一學期間跟你講過的 我們再重新跟你複習一次 這些不同的相位呢 它代表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去進一步討論表處 不同的相位集合在一起 如果相位是更強的 我們把它叫做是contractive 這個overlating 建設性能 如果它是這個 相位集合在一起是正跟度 交錯 然後形成掉 相消的結果 我們馬上這個是一個 Distractive 就是一個破壞性的這個結果 我們就把它來看 這個正跟度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去描述出一個本語 是因為要幫這個電子找一個家 那先去定義喔 它這個電子的行為表現是什麼 電子呢 跟Dist的這個行為是很像 這應該是一個小的例子 一般我們會讀的這個例子呢 是具有什麼 Wave Particle的Nurity 它有它的波粒的這個雙重性 它有形成像是波動的這個行為 它有很像是particle的行為 如果是波動的行為 叫做擬曲性的行為 對不對 就Particle 它是一個跳跳紫的 荒成的這個行為 好 一般我們在描述 一個電子存在一個原子當中 它的這個行為表現要出現 譬如說它的這個 出現的位置啊 出現的機率啊等等的時候呢 它的行為表現呢 要接應的是一個 Wave 的特性 像是波的特性 所以一般我們在描述 或是去建立一個 原子內的電子的行為的時候呢 我們會 這個 鑄波的方式去描述出這個電子 在一個原子裡面 它的行為的表現 也說它會是出現在一個 固定的範圍之內 以一個距離的方式存在 一個震盪的方式存在 一個震盪的方式存在 當我們在這個下位的上方 我們把這個正式的正 像它的下方正出來是負 所以跟它是正面 正面和正面的方式 它就是一個電子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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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它是現在這個 這個位方式裡面 它的正還在的負盪 純粹是它的方向 相位的這個問題 所以一般來講呢 我們再去描述一個 xµµ的時候 會描述這個指定 這是我們算出來的 這個波函數之後 我們去描述出來 以xµµ來講 它的電子呢 都集中在什麼地方 集中在靠近圓子 而是一道 往兩邊去圓圓圓圓 那就可以越來越少 電子出現率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在畫你的x⁵µµ的時候 屬実是個球形的 一個球形的形狀 動透�� 正 代表的是它在相位的上方 不代表是相位的下方 但是這個不代表它的電 gemeins cus sort of.* 代表就是地鐵自鑫ering 上更是下的 為什麼好用這件事情 當我要尋釈见結的時候 是用什麼 взять Rest 利用兩顆原子上的 兩顆電子 buff的間距 所以你要幫這兩顆電子 找一個屬於開心的 react 不能在外面人家自己的家 對不對 兩顆手機是建立家庭 所以他有可能自己的X裏輸出來 他從他的P裏輸出來 兩顆互相靠近 互相靠近的過程當中 你要怎麼去幫他描繪出 這有電風狀的科班式的事情 如果我們兩個互相靠近的過程當中 是正跟正 兩個互相靠近 這都會形成一個建設性的交集 對不對 代表什麼意思啊 這兩顆電子會在兩個原子核正中間 形成一個很高密度的存在 如果我是一個正跟一個負互相靠近 我靠近的那個也是一個正跟負互相靠近 沒有什麼意思 正向跟負向完全不相當密度 代表什麼意思啊 在這個平的位置點 電子根本不會出現 這個是什麼 電子不應該出現到中間 好 如果站在電子之後 我們就會往下看 等一下可以看到這個 電脚的這個建立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電子看的是一個s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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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這個形成的過程 這邊電子看到的是一個p規律的形成的過程 這個p規律呢 它是向你來引起的 然後呢 它會出現 其中一個頁片呢 是正的 一個頁片是正的 一個頁片是固的 兩個不同的項目 然後呢 它呢 是一個statement的位置 是一個statement的位置 然後在一個附近的範圍之內 去 這個 vibrate 在那邊震盪 然後它會有它是你的這個 所謂的vifunction side 這是它的這個vifunction 描述 是用這個 數學的方式去描述它的這個 尺寸啊 形狀啊 以及它的 orientation 它的這個位置 在vibrate的時候 這是經過計算出來的 就是經過計算出來 有蓋進去的保安處 這個去計算出 它的 它的這個電子呢 會輸見在 離開原子的多遠的位置 所以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 s2v 不會代表到什麼意思啊 代表是什麼 當我一顆原子裡面有 一個電子的時候 它填到你的s2v去 它告訴你說 這個p就填到你的球狀的 這個空間 第二顆也一樣 當我進來有p 國1出來的時候怎麼辦 我要必須呢 幫他抬清的位置 這個告訴你說 當我填了s 填了p 進到p的時候呢 這個p國1 填到p國1的電子 它必須要填在 離開原子盒 比較遠的這個位置裡 你才會發現它的電子出現 你才會發現它的電子出現 所以等於是一層一層 幫它加上來的 一層一層幫它加上來 這個關係到我們今天所聽過 應該是古話說我教過你們 對不對 古話說教過你們 你要怎麼去把電子填到 它該去的那個 不同的s或是p的國1 甚至到tf的國1區 的這個過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 它的這個正骨呢 它有可能是正的或是鋪的 當然啊 在不同項位的時候 那如果呢 它出現的地方是 正骨是你 像這個位置點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的電子是不出現在這個位置 你是不出現在這個位置 比如說你找到 你在這個Nucleby 找到它的電子的基率 是等於0 你只會在遠離它 會只找到它 相對這次的回覆 你來說的是什麼 你要找到那個電子 必須要在那個Nucleus的地方 找到它的電子的基率 是最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機率 是來自我的Sight Square 我的這個 波函處的地方 代表的就是 能夠發現這個電子的這個 這個機率 它的電子 電子的這個計算 所以可以告訴你 事情是 我們描繪出這個軌域之後 它表示 我要能夠找到 在這個軌域當中找到電子 你必須在什麼地方找到它 然後呢 它呈現的相位是 呈現的負的跟著電子 呈現正 所以我如果P軌域出來 我要形成一個新的電子 P跟P要形成一個新的電子 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正跟正 負跟負靠在一起 要是新的電子 我如果正跟負 表示說 這是我兩隻 兩個電子 兩個不同要形成 拍電子的這個軌域 P軌域 J是正 鎖頭是正 這樣子靠在一起 它們形成的共享 像又是正體 如果翻過來 靠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正跟負就抵消掉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這兩個 原子靠在一起的時候 中間是不能產生的電子存在 所以表示 不形成的 這是不能形成的正體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去建議 我們的 這個 拍的毛澤皮革的 重要的一個 概念 但是這些WIFE的 你才要去呢 關於這間波函數電子 形容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學過很多了 這也是我從以前的 這個 大家說我朋友給你講過一次 我們講過 我要去描述一個波 它的這個函數的 這個過程 建立這個不同的 歐比頭的這個過程 利用的是一個 所謂的 D-0的環比的一群 這個限期加成的 這個對原子復合性 加成的這個 這個計算 你可以把不同的原子 上面的那個不同的 電子復合性的波函數 利用性能加成的 一方 直接回憶去的時候 你可以計算出新的 這個 這個 中間所形成的 新的這些 這些 如果 我去做性能加成的時候 利用的是 單一 一刻原子上面 看自己有真的回憶 這時候 我們做的是什麼 我們做的是 這個 hybridation 就是hybridation 它是under the same atom 什麼意思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CH4 CH4一個碳生命去接了四個 電子 對不對 所以要去描繪它的時候 這個碳生命本身是有 本來它是這樣子的 這是 碳的 補碳 對不對 2S2P 因為 S跟P的 能接下加耳機 我如果經過一個 提升之後 我會形成四個半檔的規律 這是更一定的 所以 往往它都會跳上來 形成一個四個半檔的規律 往外面去形成新的四個電子 形成這新的 利用這新的 利用它的舊有的一個S跟三個P 要去跟那個行程清除的時候 要怎麼形成啊 它不可能單獨拿S去跟人家生成一個反應 那你該先選S呢 該先選PS YPG呢 都不對 所以這四顆原子規律 要先一步的 利用 Linina Combination of Adominable 先去做一個自己本身的混成 得到什麼 得到 新的四個Degenerate SP3的規律 所以這個碳 我們是把這解釋了SP3 看 為什麼 因為呢 它是拿它自己的 四個 規律 一個S跟三個P 先把它全部抓在一起螺合環 得到新的四個等能接的SP3的規律 再去跟人家發生間解 所以這是對原子等生 所以我們講過SP SP2 SP3 使得是某一顆原子 使得是某一顆原子 好 到這邊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抹一下看 如果我要把一個碳 跟一個氫發生間解 我要開始描繪出去了 描繪的是什麼 我要描繪的是這一個間解 這個間解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的是一個碳跟一個氫中間 兩個人各出一顆電子出來 兩個人各出一顆電子出來 不是嗎 現在解決這兩個電子 兩個各出一顆電子出來 我要形成這個MO 那怎麼形成呢 我碳的一個電子 由哪裡啊 這邊所得到的SP3 由哪裡 SC3 那這個氫呢 它是蘭茲希臘克 我這邊不毛衛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高低能能接高低 氫本身自己在 一個S軌域 有一顆電子 所以 我現在這個碳電解 怎麼來了 是我碳 跟這個氫 兩個人各出一個軌域 上面有一顆電子 然後呢 出現出兩個星的軌域 一個軌域叫做Sigma 這個軌域叫做Sigma 這個叫做Bounding 這個叫做什麼 Anti-Bounding 結成了軌域之後 我的電子前進來 一個軌域 還是三顆兩個 填兩個電子 所以第一顆進來 第二顆進來 為什麼要形成這樣子的軌域 因為呢 本來出現在SP3上面的一個電子 出現在SP3軌域 關它的親密的軌域 兩任進結之後呢 是得到一個 更穩定的 MO的Bounding 它是穩定下來的 所以為什麼 形成的軌域 是一個視乎的過程 形成的軌域 是一個視乎的過程 這是我們以前所教你的 看到你的這個 S跟 這個 你的EF-1 跟你的碳 這個SP3 形成的一個形成的軌域 就是這麼看它的 對不對 那你多去描繪它 你要怎麼去看它 以前是不是也有講過 這個碳呢 它的SP3長什麼樣子 新的SP3 然後呢 這個靠近過來來說是靠什麼 靠它的ES軌域 靠近過來 靠近過來 靠近過來之後呢 我的碳森的黃色軌域SP3 帶一個電子 清帶了一顆電子 然後呢 兩個才去利用MO的方式去 這樣解決 穩定下來 得到一個穩定的SYGMA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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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當我的 摸的這個 原子骨域的混層 是換成一個看聲音的時候 我們來的叫H 叫 原子混層骨域 如果 我把我的骨域混層在一起 手持發生在兩個不同的原子上面的時候 代表的是你形成的是一個新的間解 代表的是一個新的間解 這時候我們把聲音說它是一個蠻有不同的 分子 因為它不再是同一個原子 它變成是建立一個分子 對不對 它變成建立一個分子 所以 當我形容它的時候 變成是一個 分子 這是一個 分子的 果域的建議 這邊則是單原子上自己本身的 原子的分子 果域混層 那這邊 有聽到 懂嗎 應該還是知道的 這個是連續著 前面所交貨的MO的概念下方 MO的概念下方 所以這樣關鍵是對的的時候 我們想要看 你拿幾個果域出來 你就要得到幾個新的果域 不能多也不能少 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 一開始我拿 假設這個來講 LCL也是一樣 我這個它拿了一個 S三個P出來 我得到得到 新的四個SP3 它是原來的這個數目四個 只是呢 變成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四個果域 OK 然後呢 這個Wave呢 它們 如果是兩個Wave是互相靠近的 它會形成一個 這個 這個 比如說 你如果 氫對氫的時候 你如果 兩個是正對正 我們前次學過氫對氫 還會是氫對氫 然後呢 你會點出一個sigma 會點出一個 一樣回數的sigma star 那這個sigma 才是生成的 如果呢 你是拿這個 這個氫的1X果域 跟另外這個 這個氫的1X果域 兩個都是正的 然後這樣靠近的時候 我會形成什麼 在氫跟定中間 會形成一個 變子全部清外中間的 為什麼 因為我的像位是像 一樣的 所以定子會在中間集中 那這邊這個雙胎肛體 它之所以不一定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 這邊的氫 它的骨域 香味呢 跟另外一個 金香果域是相反的 所以當我的氫跟氫 靠近過來的時候 它們的香味在中間 是比較多 代表什麼意思啊 在中間啊 它是很難結點 什麼結點 你的電子動的不應該是 這樣做 如果我兩個原子套在一起 結果我兩個電子在中間 是不能呈現的 這有什麼意思啊 它們兩個都不能進入電子 現在叫什麼 不要說 原來幫 它是反見證 是關見證 反見證 反見證 你需要的能量 我要打斷它 所以需要它能量 最想像到 這段是很大的 這段是很大的 原因就是為什麼 我要形成第一個進步的手 往往都是 好 S對S 比如說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S對S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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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頭對頭 兩個互相去形成 所以那個電子呢 會集中在 它們兩個所形成的 電子的 兩個原子中間的 兩個原子的正中間 這是我們形成的實況 要幫我們分享 簡單的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探探現實叫無敵的話 好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兩個 最主要是一個 大波波 它是一個L-P 的時候 這邊是一個SB-2的 那個 混層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到 這邊是一個SB-2的混層 這邊是一個SB-2的混層 它們兩個的 頭對頭形成的 方便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這邊 電子是共向在 SB-2上面 我想像第二個 見證的時候 中間已經被佔據了 我的低骨 在哪裡 在隨時的方向 所以 這邊的見證 跟 這邊的見證 要形成一個新的 合約出來的說 它只能讓 我們正向位 用側面的方式去形成 側面的方式去形成 所以我電子集中在 這個 碳碳原子的 上下的側 而不是在 兩個螢幕中心的 所以 對這樣的碳 原子來講 不是一個交易螢幕的位置 這對P-2在講 很合理 為什麼 P-2在其中 管人的其中 哪個機構 不然 開他分別的 所以他會是在 這個碳碳中心 我們等下 教我們 我要請你描繪 形成這兩個 形成成一個 拍方便的時候 你怎麼去描繪 他的拍的 然後又又 怎麼發生 好 好 所以這是一個 拍平的螢幕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要開始來去 這個 以簡單的意思 才可以介紹他了 我看 入金一個 不可能 然後 海鮮 然後 你要讓他 開 開 鱼鱼 两个会修复作用 什么修复作用都可以告诉你 这Double棒呢 他们只被一个单一的进货棒给推开来 我们把这些公共的信号 这些公共的信号 其中呢就简单的这个绿货呢 这是一个 queremos 乳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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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 乳宾 生什么样子呢 向上 用 去 аш 中 你也可以把它划成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把它展开来看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把它的sigmponger就先写出来 这边的每一个碳 是不是都是一个sp2 都是一个sp2 sp2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它告诉我们 这个碳的是sp2 代表它会有一个 不饱和劲在上面 对不对 代表什么意思 它会加坡在上面 那它放在什么东西 代表是 这些碳 除了它拿来做sigmponger的 三个电子之外 都还存在有 好 我把它画红色好了 看你这边 四顆電子在上面 存在有四顆電子在上面 所以這些都來看它呢 它全部呢是有四個sp2的株 給了四個pO 然後呢這四個螢幕呢都各有一個pF 所以這上面呢會有這個新的四顆派電子 這四個呢竟然是相連的 可是什麼意思啊 它跟它的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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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個可用的pF上面都有錄在一個p的鏈子 所以這四顆鏈子啊 就有機會會互相的離開下去 就有機會是互相的離開下去 所以我如果都不去看它的sp 不去看這個sigma compound的時候 我們單純來去看這四個pF上面 pF上面的四顆拍鏈子的時候 這四顆鏈子該怎麼去 互去看 我該怎麼去看它 這什麼叫描繪 這四顆鏈子怎麼去形成 所謂的拍的鏈子 該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雖然很顯然意見的 你會有四公共 一有五公共 接下來呢 你就必須要去 deduce 你會得到 新的 嗨的 毛狗一頭 嗨指的是嗨見解 毛狗一頭只三個分之隔壁 七個啊 分到幾個新的 嗨的毛狗一頭啊 四個p鬼域 就應該得到 四個嗨的毛狗一頭 這小說 這個 鬼域要守 對不對 不能夠有多有少 但是為什麼要得到 新的四個pHMO 接個零 它比較單獨存在 這四個pHMO上 它的鬼域 它只會是一個 所以你要幫它描描出 一個新的MO 都是為了幫助 讓它的電子貼進來 形成這個鬼域的時候 能夠讓所有電子貼進來 都五天能量 所以電線討論這件事情呢 我們要往下看 為什麼在透過人的系統裡面 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如果我們來看它 這是一個 Q它會去一大一五 它會有什麼樣的通正式啊 這個電子呢 是有可能會有這樣的通正式 反應 另外也是提到 這個又不是 帶有這個 容易去接電子的地方 對不對 它應該不容易 當電子 才能到它公正的存在 可是呢 當你去量了 它的這個 結構的 鍵場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鍵的鍵場呢 1.48的amstrad 這一個雙艦的艦長度是1.34的amstrad 理論上 一個單艦應該是1.54的amstrad 一個雙艦應該是1.33的amstrad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啊 表示啊 這個單艦被拉廣 這個雙艦點點的被拉長 最明顯的是什麼 這個雙艦是被拉長的 那這單艦是被拉長的 本來正常來講 一個單艦是1.54 結果現在你講說發現什麼 它都1.48 從1.50變1.48代表什麼意思啊 表示碳跟碳的距離變近 這不知道什麼意思 它出現了partial double bond 這個可能性 所以1.54到1.48 出現了部分的雙艦 比如說呢 我要去表示這個分子的時候呢 文在怎麼表示 它形成雙艦 可是呢 我中間這邊會出現部分雙艦 它是被拉長的 欸我這邊會出現部分雙艦 代表啊 我的是四個拍電子 這四個余格上拍電子 它不是兩兩形成電子 它的電子滑中間拉 對不對 我形成部分雙艦表什麼意思啊 它有一部分電子會跑到中間來 但我的碳1.2.3.3.4 在我的碳2.3.3.4 電子呢 密度會增加 你說密度增加跟鏡子有什麼關係 鏡子不就是密度增加的結果 對不對 鏡子不就是密度增加的結果 當我兩個原子之間 共享我兩個電子 所以很明顯地告訴你什麼事情 當我出現這樣的系統文之後呢 它的單件不再是單件 雙結 不是原來的雙結 會開始受到影響 這表示什麼意思啊 表示這四個電子不乖 到處跑 到處跑 所以要到時間描繪它 它怎麼可以到處跑 它為什麼可以到處跑 所以我們就去認會到一個比較簡單的系統 來去描繪 我們所認識的這一個 呃...拍的檸檬齁 要你去認識它齁 所以你要看不進入 你要只去描繪 去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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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 要先描繪 去描繪 這就是一個中線線長線,它的胎有什麼建議? 從X0,這是一個以西的結構 所以X0是長線的樣子呢? 這是一個X0的結構 在X0的結構裡面 白色的這支線線線指了SLA的SIMA BUNDING 這些SIMA BUNDING都是由SIMA BUNDING的MO去建立的 由碳的SP2 我們可以一開始去分析嗎? 這以前就知道了 碳清線是由SP2對氫的S去建立的 SP2對氫的S SP2對S SP2對S 這兩個則是兩個SP2頭對頭靠在一起形成的SIMA BUNDING 所以這支線線線很明顯的 它的SIMA BUNDING用在碳跟碳原子和原線中間 漸減就是高的 這個Pi的這個漸減是什麼出現? 它利用的是什麼呢? 利用的是這個碳本是SP2用來當作它的結構線力之外 它還有一個 Pi軌域 在Pi軌域上面呢 是有電子的 是有電子的 很多物料 譬如在這邊 下面的電子在一起 這電子是什麼? 它是一個H 它是上下 當我向位移動說 這邊只會兩年幾多是錢 那是現金力而已 當我向位正確的時候呢 我就有機會 來形成這樣一個 進行 進行這樣進行 畫得很簡單 但是呢 我要怎麼去表現出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要形成一個拍線結論的時候 一定是什麼? 這兩個碳 各自呢 拿 一個Pi軌域出來 這個Pi軌域呢 各自拿一個Pi軌域出來 這個Pi軌域呢 會形成 兩個星人 這個Pi軌域 是一個Pi軌域 我們把它稱之為是一個Pi軌域 以及Pi軌域 Pi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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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旁邊喔 可是一般來講文化 它就都會放在 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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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拿這樣的 這是哪裡來的 這是兩個 這樣的 拿它們兩個來去形成 所以如果我現在做這個動作,不瞄刷的方體形成的話,在可測的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長的是,這個胎XP2,上面代表了一個項目,這個胎XP2,上面代表了一個項目,兩個項目 這時候你們會做一個項目,我的果律器是一個項目的項目 因為各自實際上是一個項目的項目,但是如果這兩個皮骨玉上的胎XP2要形成新的經濟的時候 你就重新給他一個加了,所以這時候呢,這兩顆皮骨玉被貢獻出來,就要被拿來形成新的兩個邦尼 這個邦尼在形成,在形容什麼事情? 形容我所得到的這個新的黃色的胎XP2,這個項目會挺出來 好,所以項目會脫穩位,它是項目的項目的 兩個牽液在一起,但是什麼?我這個項目的項目想啊 所以這兩顆互相靠近的項目的項目,所以最穩定的方式是什麼? 但是我的,這兩顆碳上面的,兩個皮骨玉,是正對正,負對正 形成的時候,就是一個最穩定的項目 如果呢,我的間結,兩個皮骨玉互相影響,兩個是反向 正對附,負對正的時候,最中間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節點,NO 代表什麼意思啊,這個地方是,不能不出現任何變形 因為呢,如果我是正對正,負對附的時候,我的練習是動向 這邊呢,兩個是不相比喬 所以呢,你可以想像得到 然後,這邊所形成的,能階,跟能階 這就是所謂的I star,就是所謂的I 這地方呢,就是一個 anti-bounty 這邊就是一個所謂的bounty 在搞試中那個 這個就是自己的 原來就在哪邊呢? 在哪邊呢? 這是No.5 這附會發的時候是No.5 和 wasn't it? 好 若來剪輪廓部分 左側押鈴鐺 左側押鈴鐺 十六章要講這個,所以兩三章要講這件事情 我們在描繪的是什麼事情呢? 我們描繪的是,當維克本子出現了不保和劍 也就是拍bonding要出現的時候 我該怎麼在基友的星光bonding的這些MO下面 去建立一個開MO的出現 怎麼去描繪出這個新的拍劍解決出現 最簡單的是一個來使用,就是以錫的結構 以錫的結構裡面,除了拿來去建立它這個四個八方體這些單線的魔力之外 還有一個充電子 這個關鍵怎麼會建立的? 第六個是什麼? sp錄的碳上面,會有一個拍軌率的拍電子 聽得懂嗎? 一個碳就是四個鏈子 其中有三個被拿去做原子是一個生物層 進行sp錄的,還有一顆鏈子 這個鏈子上面都在什麼裏面上? 就是碳子拿了一個spn的T光 所以它有一個T光,有一個T光,有一個T光 所以這就是這個圖下的T光的拍電子 這個T光要用它最主流下的T光子來拍電子 如果這兩個拍電子都不去交互作用 都不交互作用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把它結構成這樣 對不對? 沒有形成鏈節啊 只是呢,這個太生鏈子三個三個鏈子 就是你自己在右邊後 這個太形成三個鏈子在右邊後 你剛好就是這樣子 可是身上顯鏈不是這樣子嘛 顯鏈是什麼? 當我出現這樣子的地位的時候 我會形成一個新的拍電子結束 是由誰來組成的? 這個兩個要去過程去把它組成下來 所以我們想問一下 這幾個鏈子要幹嘛要去結合拍電子結束啊? 它幹嘛不要再突出這個鏈子 當作一個資格的地方 這一個原因 它形成電子結束之後 它的電子的連結 會比它單獨存在碳上面的屁股原材的穩定 它是要做什麼鏈子 它就形成這個新的電子結束 你怎麼知道呢? 就在這裡 這兩顆碳上面的屁股原材派電子 我保證會在這個地方 本來的屁股原材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裡 各帶一顆電子 就是上面各帶一顆電子 當我這兩個電子可以交互作用的時候 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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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電子的波互相靠近 互相靠近 建設性的形成的建設性的 就是Overlaping 這時候呢 我的電子可以共享 能量下降降 得到所謂的拍方體聯合 形成拍的進捷聯合 如果我這兩個果律 一個是電腦過來的 這時候呢 這兩者呢 綠色對黃色 黃色對綠色 中間是抵消掉的 代表什麼意思? 這兩個P電子呢 是被隔在這個線前的兩邊 表示什麼意思? 這個雙劍是不能夠形成的 這雙劍是不能夠形成的 它是在一個高的位置點 我們剩下的位置 它是大的電大方體聯合 我要看填電子的 我兩顆電子 原來那兩顆電子 有兩顆新的能階 這是兩個新的IMO能階 第一顆電子填進來 第二顆電子 再填進來 我們都要先填到 第二那個上面去 然後我保證這個 是告訴我們這個事情 要先填第二再填八個 每個要先填滿 如果你有多個Degenerate 告訴你 要先各填半滿 再開始填進去 這是我們學過的電子圖域 建立的機制過程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填進來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填進來兩顆電子 所以我填的新骨域 都低過原來的PR 這個能量 這邊是原來的P 這邊是比較低的 Vs比較高的 所以我重新建立完這代表之後 我兩顆電子填到一個DN之間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好的用因 我讓我的兩顆電子 能夠填到比較低的新的骨域進來 填進來之後 形成的電子 特別同時 這兩顆Pi電子 是在以來的碳中間形成的新能 拍棒 你系統就是這件事情 系統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填完之後你會發現 你可以看到你的電子 變在一個穩定的Pi-bonding MO 但我們如果給一個能量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雙劍的這個分子 通常會有比較好的棄手嗎? 別人在哪裡? 這個能量不是非常的大 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給一個能量進來的話 它是有機會把這個電子打到上面 打到上面 打到上面 我一打到上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 我在中間不能出現任何的電子 代表的是 我整個電子被引擎 代表 它就代表什麼意思? 雙劍斷 回到 不形成任何電子 的時候 兩雙劍斷 所以 當然 我把它打上 代表是一個更新的電子 斷掉你的Pi-bonding MO 開電的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建立一個 Pi-bonding MO 的一個 很基本的這個 這個概念 好 所以 當我的電子變成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 我的這一對電子 開始 按電鍵的一個相較原來的DOMITO 是一個比較低的電鍵 所以 這是一個形成鍵的過程 是一個視頻的過程 變五電的 所以 這是我們講到這個Pi-bonding MO 的這個發生 好 好 這是我們講到這個Pi-bonding MO 後面這邊呢 我下一個禮拜會重新跟你講一次 所以你先不畫它 我下禮拜會畫更漂亮的 但是呢 這邊先告訴你 如果呢 我們要看的是這樣子的一關 所以不要答案你 因為我要先讓它 要你觀念從S乙到乙的這個 可以答應過來 先要先講 要先講 這是一個 關數不要答案你 對不對什麼意思啊 先不要畫 這個Pi-bonding 就好 你等一下再畫一次 你要看的話呢 它會出現 每一個碳上面 都會都有一個Pi-bonding存在 所以Pi-bonding都會有一個電子 對不對 因為這個每個碳都是SP-bond 這邊兩個星 這邊一個星 一個星 兩個星 這四顆電子呢 出現在四顆Pi-bonding上 在SP-bonding的碳上面 如果 你都 不具備要做任何工作 如果這四個電子 是 很能量狀態的 在它的Pi-bonding上 在Pi-bonding上 這叫什麼意思 如果我畫這樣 我如果畫這樣 這叫什麼意思啊 這四顆電子中間 這四顆電子中間 每一個電子都待在自己上面 單獨在自己上面 而事實上不會喔 這四顆電子啊 因為它的Pi-bonding是互相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四個 重新去做一個新的NO 做出新的四個 滾一粗 我們把這個 稱之為是它的 Pi-b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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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节点 出现了 三個前面 下面這邊呢 是最穩定的 為什麼最穩定 還有 三個bunding 這邊是bunding 這個是bunding 這個也是bunding 還有三個bunding之間 這個呢則是 兩個bunding 配合上 一個anti-bunding 這個則是什麼 兩個anti-bunding 配合上 一個bunding 這個則是什麼 三個都是anti-bunding 那我只會看到一對東西不穩定 電子能夠跑到二頭位置去 會讓電子的能量散下來 穩定下來 當我的電子被局限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它是bunding 所以到處先 約多anti-bunding代表什麼意思 可是不能到可定 它會比較無趣 它是由於bunding的過程 對不對 這是一個anti-bunding的過程 所以你會發現到 三個bunding 一個bunding 一個anti-bunding 到三個anti-bunding 所以這四個有同的 新人能接觸來 所謂的開放開錄到散開式 我有四顆電子啊 怎麼填 填進來之後 就告訴你 四顆電子先填第一顆 第一顆填進來 填第二顆 填到原來的bunding上把填滿 第三顆 第四顆 所以當我四顆電子填進來的時候 這四顆電子啊 都還在原來的bunding下面 所以 四顆電子 四顆電子 他們都還在bunding的位置 bunding的軟跌 都還在bunding的位置 多多填到 n-tai-bunding的位置 這是原來的第一顆電子 這是原來的第一顆電子 我的電子可以填到一個這麼低的接來 以及一個稍微高一點點 那才會原來的電子像這樣 可是如果我的結構長是這樣子 中間這一個碳跟旁邊這四個電子鬼異 這個叫4SV3 根本沒有公共電子鬼異可以使用 它根本過了 所以這兩個雙劍 你就只能夠讓它一種盪子存在 所以這兩個雙劍跟兩個電子 都只能夠填在兩個平行的排能間 可是當我到了丹燕燃的時候 我有兩個電子接到更低的 還會有兩個電子接到更低的 所以它是相對更穩定 所以當我如果是一個共和系統的時候 相對這種分離的系統來講 它當然多一個穩定 我會想到電子看一個非常穩定 所以就要詳細一下 這就是告訴你 你為什麼會多一個穩定的 新的第二句文化 這是新的 你的拍得高的建立 拍得高的建立 有一點點的難度是 你要去想一下 我們之前教過你的MO 從Sigma跑到拍之後 你要怎麼去看拍 互相交付所有的影響 我們下個禮拜回來的時候 我會從Sigma跟全大家講起 從你講一次 然後你知道說 怎麼建立 拍組建立過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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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